今天我會分享這個訊息 是一個非常重要、寶貴溝通的訊息 其實我們跟別人輔導 首先我們懂得溝通 以前我上這個課是要交學費的 你學到和用得純熟是另一回事 所以大家知道你有心理準備 這是需要用一些思想的 我們今天都會有很多練習 我現在是一個很簡單的版本給大家去明白 你明白了之後 待會我們會有機會操練 這個叫做Awareness Will 知覺論 就是說我們知覺的東西去溝通和別人溝通 很多人溝通就不是溝通這些 溝通哪個明星 溝通哪個三姑六婆 哪個人 那些其實就不是說他自己 他只是說別人 這個其實就不是溝通 是說有些時事、踢球、電視 這些是說某些事情 並不是溝通 溝通的時候就是這個人跟你一個人溝通 你可以有一個圖畫 什麼圖畫呢? 你可以想像每一個人 大家這裡都有些認識 假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印象 你去喝 坐在圍桌上 全部都不認識 或者你隔壁一個人認識 比如你跟一個朋友一起去喝 是不是很自然 你就跟隔壁那個人聊天? 其他人都不知道說什麼 好像有一個距離 那就是說當人不認識的時候 是會有一種距離感 你可以想像好像有一個島 那這個島我們看到什麼? 看到人有眼、有口 即是有一個人的樣子 但是我不知道他裡面是怎樣的 這個人可以是很公共 可以是有些人很人的 我們不知道的 直到他開始說話 我們知道了 他開始將他裡面的東西說出來 而當這個人越是跟我們溝通 他越能夠將他的東西表達 我們就越知道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所以這個學習溝通 是幫助我們跟人相連 大家可以有一個圖畫 好像一些荒島 一個島 一個島 這個島和這個島 他只能看到他 好像 比如說 像你想像一下 看到眼、有鼻、有口 看到他一個人這樣站在那裡 但是不知道他是怎樣的人 但是一個起獨橋 當一獨橋的時候 就開始明白對方 人當日明白的時候 就越來越能夠 建立關係 越來越覺得舒服 這個溝通的模式 第一是幫我們自己溝通 第二是幫我們聽到別人說什麼 在輔導的時候很有用 譬如也有很多男性 或者有些比較難溝通的人 無論男還是女還是 都不知道說什麼 有些什麼可以說 這五種東西 就會幫助大家 是有很多東西可以說的 任何一樣東西可以說的 我們從左邊讀起 這裡 第一是 用英文是容易一點的 不過以後我有個翻譯 我們讀了英文 才讀中文 一、二、三、四、五 讀法 I do I do I sense I think I think I think 一起讀得 I want I feel OK 好了 中文就是我的行動 我察覺到什麼 即是我看到什麼 聽到什麼 聞到什麼 摸到什麼 我認為 我覺得 或者我相信 然後我想做什麼 以及我感覺 這五樣東西 我們看起來好像 沒什麼特別 人們都會有這些感覺 但往往人是不懂溝通的 首先我解釋這五樣 由我解釋一下 為何人會覺得困難溝通 就是 我先用一個例子 例如 媽媽問兒子 你今天上學會怎樣 又這樣 又怎樣 又有同學 又有老師 又上課 她說了 不知道說什麼 她是有行動 她有上學 但其實她上學過程 有很多事情發生的 有很多事情發生 她其實察覺到很多事情 她可能看到那個老師 可能那個老師很關心人的 或者可能那個老師很兇的 很嚴厲的 很有距離感的 或者那個老師很親切的 即是她看到這些 聽到老師的聲音是怎樣的 然後她就覺得 這個老師很好 或者同學跟她交往 那個同學很好 這個同學很好 關心我 如果那個小朋友懂得說 她就會說這些 但是 你問她 啞口無言 不知道說什麼好 但她都會知道 原來可以說 我做了些什麼 然後我看到什麼 聽到什麼 他們有些什麼 令到我經歷到的事情 然後我認為 覺得是什麼 然後I want 我想和她認識多些 可能有些人沒有那麼想和她認識多些 我不想上學 有些人 我想上學 我喜歡上學 我想學 即是我想 其實我想 有些人說 好像很自私 就是我想 其實這個我想 都是很重要的溝通 我用一個比喻 一個例子 兩夫人在那裡吵架 他覺得 你都不管我 你不知道什麼什麼 你沒有做什麼 那個丈夫一直在那裡 嘆嘆嘆嘆 嘆嘆 兩個人在那裡 兩個人在那裡 說不定 一個人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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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人在那裡 都批評 但有時可能有一個突破 譬如說 那個丈夫說 你想我做什麼 可能那個太太呆呆了一會 那個太太說出來 其實我想你陪我 她一說這一句 忽然間可以 原來你想我陪你 好 我陪你 這樣便可以解決 但有時很多人 其實他想對方說 我想陪你 但他又不想說出來 因為說出來好像 我要求你 但當他有時說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令到對方覺得 容易很多 事實上很多人 會要求別人 或者說別人沒有做什麼 批評別人 但如果我們說出 我想你這樣做的時候 對方會覺得輸很多 而I feel 通常來說比較深度 就是說 說出內心的感覺 因為很多人 是很難溝通這方面的 而感覺 比如說 我上學覺得 我很開心 我很喜歡上學 我享受上學 我媽媽真的覺得很開心 或者她說出來 我真的很怕上學 那時候媽媽知道 她就開始去幫她處理 其實很多夫妻 如果能夠說到這些 已經很好的 即是有時 一件很小的事情發生 我太太跟我說 她說我什麼說 她都喜歡聽 無論我什麼經歷 正面反面都是 無論有什麼困難都好 我告訴你 她是會喜歡聽 她想知道任何關於我的事 這是我很有信心 我跟她說什麼 她都會很留心聽 她會記得 其實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學習 去留意到原來 我們每一個過程 譬如如現在 你每一個坐到 可能有不同的感覺 不同的感受 有些人可能上課 去參加聚會 可能不能夠形容出來 但有些人說 原來可以這樣學到 這樣溝通 原來這樣溝通 可以兩個人更熟悉 原來可以聽到人說話 即是你的心 可能會忽然間開了 會覺得舒服 有人覺得舒服 不過也有時有些人 沒有心機學了 也有這樣的人 即是她知道她的內心經歷 其實是會很知道自己 亦都很懂得去幫助自己 或者跟別人溝通 那時候我讀《讀院無課程》 其實我在神學院讀過幾個科 是講到輔導的 我寫的其中一個碩士論文 都是關於建立婚姻關係的方法 但是我發覺 其實在神學院學的 是應用不到的 後來我讀院目課程的時候 就學到很多了 我們有個老師 有幾個學生 有幾個學生 很多時候一起聚集 會分享 會討論 會教導 然後有些時間 分享我們探訪的經歷 拿回探訪的過程 寫出來 然後同學和老師回應 即是我們有很多學習 在那一年我學到很多 關於溝通 關於輔導 這真是對我很大的幫助 老師有一次講一個經歷 這個經歷是甚麼呢? 他乘搭飛機 旁邊有個男人 這個老師是女人 旁邊有個男人 那個男人不停地講 那句話 最後這個老師 我忘記他講的 大約說 我想要有些安靜時間 那個人就靜下來 這個老師又有些頑皮 他又說 我在想 他跟我們講過 不知道他內心現在是怎樣 因為我們讀過這些東西 我們知道 他內心在這裏 他做甚麼呢? 他講了很多話 說甚麼呢? 旁邊的人告訴你 我想靜下 聽這句話 對他來過一個轟炸 我覺得我被人拒絕 我覺得他不喜歡我說話 我覺得不知甚麼 我想 我也不知道想甚麼 我想 我想 我可能快點下飛機 不可以見到這個人 可能 我想 我將來 或者 可以溝通好些 不會令到人這麼閹化 他想繼續說話 或者他想繼續說話 那他感覺甚麼呢? 被拒絕 孤單 難受 醜怪 就是了 即是甚麼都有了 其實這個經歷 可能聽上來 很負面 但其實在我們人生中 我們有很多負面 和正面的經歷 當我們這些經歷知道的時候 有些人說 這些負面經歷不要溝通 這是一種的提法 有些人說 甚麼溝通 全部是要你的好的經歷 正面的經歷 但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有困難 不能夠跟別人說 有些人甚至是這樣說 你有病 你不要形容 總之你有病 我是來祈禱 你不要告訴我 甚麼病 因為他覺得 將病都加深了 我自己 我覺得 這是未必的 有些看法 就認為 說出甚麼病 形容出來 即是好像將病 例如他有癌症 他不會認的 有些人 這樣的時候 他覺得 可以逃避 但其實我覺得 當我們能夠將內心 無論是開心 或是不開心 都說出來 但我不是埋怨 我只是說出來 人就可以懂得幫我們 還有交往 有交流 人就覺得 有朋友 有些人是沒有甚麼朋友 大家去想想 你有朋友 有些人 他以為有朋友 因為他不懂 很多話說 但有些人 其實耳朵 其實耳朵 就想塞住 不過他總是說出來 又不好意思 出聲 不是令人覺得舒服 他說了很多 很多 很多 但其實他不是真的 將他裏面的 表露出來 可能說很多人的不好 其實那些 多話說的人 多話說 這些話 旁邊的人聽到很厭煩 其實他不是有真正的朋友 但有真正的朋友 他講唱的時候 你覺得他在心裡說出來 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學到這種溝通方式 這是他們研究 人的溝通的時候 說些甚麼 他就分了五個類別 其實看到 原來每一天都是重要的 這裡 我就有些例子給大家看 首先行動 可以很簡單 我們一起讀一讀 有甚麼行動 我買東西 我幫助女人 我現在出外 我正在房屋 可能覺得 這些日常生活 很普通的東西 都沒有甚麼熟靈 但其實我們聊天的時候 不一定每一件事 都是熟靈的 其實有時這樣 丈夫和太太 和家人的溝通 有時就是甚麼呢 就是沒有說到 我出家 我會出多久 我何時回來吃飯 就是這麼簡單 但沒有說 引致家庭裏面有誤會 不開心 所以其實就是這樣 這麼基本的 我出去 我出去買些東西 我稍後回來 稍後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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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溝通已經很好 如果你有子女 如果你的子女 每次出街都會告訴你 我稍後出去做甚麼 我幾時回來 你是不是很開心 但有很多實際上 是不會做的 其實說這個行動 其實不只是一個行動 但有時人也不會說這些 或者丈夫太太也很少說 我現在有甚麼想做 為甚麼 因為怕著對方會批判 你又 他因為覺得 我想出去找朋友看球 譬如我 我不是贊成看球 不過他真的是看球 但他不敢告訴太太 因為看球 會被他罵 因為這樣的緣故 他不會把他的行動說出來 我猜到你笑 我聽到你笑 我聽到你笑 我覺得熱 我肚子不舒服 其實 那兩句 我看到甚麼 我聽到甚麼 其實這個 是很好用的 很好用的 譬如有時我見到人 開心 我會告訴他 我見到你開心 我也開心 這樣 立即交流 你想一下 你笑 然後有人說 我見到你笑 我也很開心 是否立即感到一種相連 大家 一種連結 這就是說 我看到 看到你笑 我看到你 今天有些 可能有些 有些 有些 有些在想著 我看到 那時候我講出來 但當然不要用一種 不要用負面的說話 不要說 你今天 好像整個 傻了 那樣 這樣的說話 就很重 只是說 要盡量用一個 不要太負面的形容詞 你今天好像有些心事 我看到 我看到 我覺察到這件事 或者我聽到你說這件事 有很多時候 爭執就是由這件事出的 這個人 說一件事 然後 你這個人 他會收錯了 如果他說出來 我聽到你說 你呢 因為人很多時候 會把自己的解釋放下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這種人 譬如 他有一個人說 另一個人 這樣說話 他只是說話 他這樣說話 這個人聽到 他會這樣說 他很不喜歡他 那他為什麼會說 他很不喜歡他 他因為那句話不好 他當然不喜歡他 他是加了他自己的解釋 他不是說 很多人不會這樣複述 A說 B跟他說這句話 他只是說這件事 他沒有說到什麼反應 他可能是很不開心 不過也可能 他會放下 不知道的 就是單是憑這句話 但有時候 人就會加上很多東西 所以其實最好就是 我聽到你說這句話 我想知道為什麼 你的意思是什麼 那時候我就會澄清了 就不會說 譬如有個人說 我呢 這個是很多時候 溝通都會有的 有個人說 那些菜是不好吃的 還是煮飯 菜是不好吃的 那對方就會收到什麼訊息 對方會收到什麼訊息 你是埋怨的 你說我不會煮飯 你說我做得不好 但可能那個人 未必是這麼嚴重 我只是告訴你 今次行的 下次不要那麼行 但收的人可能不是這樣的 即是他不能夠說 你說今次行的菜 吃不吃得 或者他裡面有一種心 有一個聲音 不敢說 你是不是覺得我不會煮飯 那這句話 其實有時候 如果關係好的時候 都能夠說出來 都能夠說出來 那你是不是覺得 我不會煮飯 即是都可以大家溝通 可能對方說不是的 即是我覺得 一時錯而已 不要緊要 下次你會做好一點的 那時候 關係不會因為這句話 而產生誤會 我覺得熱 或者我覺得累 有些人覺得 這句話不用說而已 但我用一個例子 例如 你看到我 通常我都很沙盲 見到人就聊天 如果有一天 你看到我 牛牛鬥鬥 沒有什麼反應 那你說 有人會這樣想 今天要撕氣了我 有些人會這樣想 他平時跟我聊天 今天不跟我聊天 可能我那天很累 可能我正在病 但我可以加一句 我今天病 我覺得不舒服 那他又會明白 我今天很不想說話 那大家就會明白 那這個所以是一個溝通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感覺 我身體有點不舒服 所以今天不要說話 我身體不舒服 好了 我認為 即是認為可以是思想和信念的 就是我覺得耶穌很好 這個是我think 我覺得 我有這個結論 我有這個結論 我覺得耶穌是好的 我信跟從主是最好的 這是信念 我相信跟從耶穌是最好的 你是一個好人 為何會是信念 即是思想 因為我經過這麼多觀察之後 我達到一個結論 你是一個好人 這就是思想 即是我達到一個結論 我信有天堂 這個是信念 我信真的有天堂 然後我想 我想 我想做什麼 我想侍奉 一起做 我想侍奉神 我想安靜一下 我想出貨 我想你回答我 好了 這些說話 我想侍奉神 這是表達自己的 我想安靜一下 這句說話 有時是很重要的 因為有時有些人 心情不好 他一說話 可能就會爆炸 但是他說 我現在想安靜一下 這樣的時候 是可以緩衝 讓他的情緒平均 然後才溝通 會好些 有時我們 如果在一個狀態 不適合說話 我們可以說 我遲些跟你談 我現在想安靜一下 因為只要說安靜一下 如果不加上解釋 也有時對方會誤會 以為你現在不想跟我講話 但我就說 我自己有點累 我遲些跟你談 即加上一個應許 我遲些跟你談 我遲些跟你談 是行動 即是我遲些會做這件事 我將會做這件事 然後我想出外 我想你回答我 這句說話 其實很多時候 人溝通都 我發覺很多次 我都要跟人說 請回覆我 因為有很多時候 我講一些看法 或者對一個人提議 有些人不發聲 我就會說 我想你回答我 我感覺 不感覺 有五個感覺 英文是比較簡單的 我們先讀中文 開心 憂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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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很簡單 五個字 Glad 你跟我讀一次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即是開心 Glad 然後 Sad 憂愁 Mad 憤怒 Afraid 懼 Ashamed 羞恥 我順便說了英文 只是少少 因為這三個字 Glad A音 是要嘴巴抹大 Glad 譬如Pan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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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抹大 Glad 嘴巴抹大 還有 英文習慣 要說尾音 我聽過很多人說尾音 當我們告訴別人 我們開心 憂愁 你說憂愁 說不說 都可以說 但我們看場合 看情況 看那些人能否接受 譬如說 我因為看到現在人不愛住 我心裏有憂愁 不一定是負面的 即是說出我們有這種關心 所以我心裏會憂愁 憤怒 可能我們覺得這件事不能說 很嚴重 我在短目課程的時候 我曾經試過一次 我們開上課 因為我們有一個同學 他的情況比較不太好 他那次在我們開組的時候 他直接講粗口 講粗口 那個老師過後 他使用這個作為一個教導 因為我們有集體時間 和有個別時間 這個老師一對一的時候 跟我問過這個問題 他說 當這個同學這樣說話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覺 很多時候問是感覺 很多人就會回答 是思考的 我覺得他錯 我覺得他不應該 這個是思考 我覺得 我覺得 我開心 憂愁 憂怒 懼懼 羞恥 當時來說 我知道我當時的反應 我是有反應的 不過我作為一個牧師 我習慣了不說我的感覺 尤其是負面感覺 有這個傾向 但因為我們受了教導 在那裡 感覺 不要說 我覺得他錯 我當時想了一會 然後我就告訴他 我想我當時是有點生氣 我告訴他 那老師這句怎麼反應呢 是我完全想不到的 站起來 伸手過來 恭喜你 你能夠把你的感覺說出來 他說 中國人很難說 尤其是中國的男人 中國男人的牧師 是很難說我憤怒的 很難把他的感覺說出來 那可能有些人說 那說出來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我們不是每人都說的 只是看情況的 那個好處就是 我知道我有這個感覺 我就可以處理 後來我有一個很好的形容 因為我要探望那些病人 我發覺我真的覺得悶 病人是悶的 有些病人沒有那麼悶的 有些病人沒有很多話說的 有些病人是很悶的 因為我們又要去探望他們 又要寫報告的 但他可能不太出聲 很慢出聲 很細聲 真的不是一個開心的過程 是悶的 但我知道我悶 我就有一個意念 將來有一天我去到天堂 神都會問我 你偷的病人經常都是悶的 我知道這件事是錯的 於是我就調教我內心 我知道悶 即是說我沒有心機對她 雖然她的確看下去 真的沒有什麼令人有心機 但我作為一個神的兒女 有一個牧師 我應該傳遞神的開心 神的愛 所以我就叫自己 我常常關心她 真的對她有笑容 對她更加開心 處理我內心悶的感覺 當我這樣知覺的時候 我就以後見到有問題的人 我內心有負面的感覺 我立即會處理 我留意到 即是當我跟老師這樣回答之後 對我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 留意到自己內心的感覺 這是非常有幫助 那你可能說 這樣的感覺 什麼時候會溝通呢 這些溝通 你不會是隨便說的 但有些人比較成熟 你都可以告訴他 我心裏面有這個憂愁 我心裏面有這個憤怒 讓他去安慰你 即是大家可以溝通 但說的時候 是用個我 就不是說 那個人真壞真壞 這個就變成說閒話了 是說我 我是覺得困難的 我覺得不開心的 這樣的時候 就是溝通 讓對方可以對外有支持 好了 大家 現在這一陣子 我讓大家去試一下 練習一下說 行動 這個很容易 隨意說幾句 可以拿到麥克風給他們 不用用麥克風 可以大聲說 有些什麼行動 可以說的 但這個比較容易 有誰可以說 想到他馬上說 不用等得大論 誰可以說 行動 有些什麼行動 即是你日常心會說的 大聲說 買東西 我買東西 你買東西 那些不用說 那些不要買 那些沒有說 沒有打出來的 那些 一陣子去吃飯 一陣子去吃飯 這個 是對的 大家要分清 我想去吃飯 和一陣子去吃飯是不同的 一陣子去吃飯是行動 我想去吃飯是I want 我想 為什麼一陣子去吃飯 這個是我準備要做的動作 英文是I will I will 都是屬於這個行動 OK 好 我在上課 我正在上課 對 譬如很簡單 你收到WhatsApp 那個人慢慢說話 快點回答我 你沒事的 我正在上課 他就知道了 好 還有什麼 可以隨便 說完都可以再說 一想都可以再說 在上課 在上課 我正在上課 在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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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正在上課 這個比較容易 You are happy 但是我觉得也都是I sense 但是如果我觉得你开心 反而是I think 我看到你开心就是I sense 我看到你觉得很开心 我看到整个人都开心 这个是我I sense 我觉得你开心是我想了 不是感觉 我觉得你开心不是感觉 是thinking 这个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认为是这样 是的 我认为你开心 这个就是思想 就是我思想达到 我看到你的行动 我达到结论你是开心的 非常好 这件事说出来 大家可以明白 OK 还有什么sense 我察觉到的 有问题 听不到 有问题 我有问题 你有问题还是有问题 我察觉到的问题 OK 我察觉到的问题 就不同sense sense是什么呢 眼耳 口鼻 皮肤 那些的感觉才是sense 我察觉到的问题 我认为 不 先看 我察觉到的问题 也可以是我看到的问题 我观察到的问题 我察觉到的问题 我察觉到的现实 的问题 我解认到的问题 是我看到的问题 大声一点 大声一点 然后你想看看 好香啊 我察觉到的 算不算是吗 我察觉到的 是呀 很香 甚至我吃了 我闻到的 你看到你瘦了 对 你瘦了 是的 对 OK 還有呢? 總之眼耳、口鼻、皮膚 嘩!你的車很搖 感覺到車很搖 嘩!車車很搖 留意到車車很搖 下一個了 I think 大家說一下有些認爲覺得結論 我認爲很舒服 多謝多謝 這是一個thinking 多謝多謝 sense 都可以 他看到你沒有 fense 都可以 sense 我看到你很耐心幫那個人 就是我看到 但是我達到結論 因為你覺得他人很好 就不會這樣 我覺得我看了他關心人 所以我達到一個結論 即是兩人 我看到你關心人 我看到你輔助人 然後我達到一個結論 他是一個好人 所以這就是一個結論 看完之後的結論 那個就是認爲能 你對嗎? 很有用嗎? 是很有用的 你熟習了很有用 輔導的時候更有用 我會說一下 輔導的時候有什麼用 我會有練習 現在這個叫初步練習 這個初步練習就是讓大家知道了什麼 是哪一種 其實有很多 我覺得 我覺得今天很容易 今天很容易 sense 現在認爲 要說 sense sense 是 我覺得很容易 sense 還有有些 是 ok 還有什麼認爲 其實有很多 我覺得 你以為他很認真工作 很用心工作 很用心工作 對 我覺得他很用心工作 這是從觀察看到的 我看到他很勤力做工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勤力做工的人 這是一個結論 就是反而結論 還有所有信念 我信有天堂 我信耶穌會回來 我信我所有為主做的 神會紀念 這些都是信念 好了 我想要 我想要 不是一定要的 我想有 我想 總之我 I want 英文就是I want 但如果我寫中文 寫我想 有些人以為I think 不是I think 是I want 有些什麼 我想 耶穌住在心裡 好 非常好 耶穌說很開心 我想提升自己 好 感謝主 我想提升自己 感覺 感覺 其實它全都是類別的 不如我用另一個方法來問大家 一個情況然後你會有感覺 你剛去到巴士站 發覺巴士適合 你會有些什麼感覺 是我的腦筋腦 最憤怒 還有一些 很沮喪 很沮喪 很失望 很失望 你約了一個眼睛的樣子又沒有出現 很生氣 很生氣 還有呢 我懷疑他 可能你擔心他 也會擔心他 會擔心他 會擔心他 我感覺很無奈 是嗎 都會是 等到什麼時候 為何無奈 我感覺耶穌在你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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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不是 這是性 是不是外心的感受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什麼 是 你觀察到有這個結論 不要緊的 錯不要緊的 我告訴你 那時候我在神樂院學這個 整班神樂生學 都有困難 都有困難 還有我發覺過後 我都不太懂得用 我過了很久之後 才適用 其實用這個 是不是引發我們說話的時候 多了一些 就是 講得比較好 一個方面 就是溝通好一點 第二 我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知道我在做什麼 我知道對方在說什麼 我知道我需要引導他在說什麼 譬如有時候有些人 他真的跟我說了半個小時 然後我說 那你想我做什麼 因為有些跟我無關 有些事情 譬如他上班的情況 我都會問他 你想分享 還是想我回應 我都會問他 他一邊說 一邊說 我一邊想 他告訴我 做什麼 我就知道在這裏 我就會問他 你想我還是怎樣 在輔導的時候 有時我 那他如果是分享 我想我問他 是不是分享 因為 因為他好像 開頭的小姐說 我私有些事情想問你 我就問我 我回家 我上班的時候 老闆又想我轉工 又想我轉工 我開始聽聽 他問我什麼問題 因為你是想分享 我知道要分享 我就聽 我就是分享 不用回答什麼 分享 是不是 找意見 是的 好了 我昨天也問了 人的問題 他一直在說 我聽聽 我不知道他想怎樣 我也是問他 其實你現在想我怎樣 我也是這樣問的 我說你是想我 聽聽你說的 還是你想我給你一些意見 這樣 他站在去 自己知道自己想怎樣 他要做到 他說我想你聽 我OK 那你繼續說 是的 我們知道他的心想 我們就知道怎樣回應 好了 這個溝通 我也想說 很多時候是合併的 這五樣合併 兩樣 三樣 四樣 比較少是五樣 可以的 是五樣 我舉一些例子 我去買東西 哇 龍牆都不得了 哇 哇 原來買東西都可以這麼難 原來節期不可以買東西 OK 好了 我想問大家 我先說幾樣東西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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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買東西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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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 認爲 過節就沒有外出 過節就沒有去買東西 感覺就沒有去買東西 感覺就沒有去買東西 嘩 好 原來一說一件事 如果懂得溝通 馬上就會有幾樣東西 而聽的人 就懂得分辨這幾樣東西 好了 我又說另一個情況 我 看到你們來的時候 我看到你們 真的很有心學習 我就 很開心 我真的很開心 我看到你們的眼睛 現在每個人都看著我 眼睛雪涼 我是很開心的 OK 好 我講了幾樣東西 三個 三個 OK 你說 我感覺 我察覺 我認爲 OK 你說出來是什麼 我感覺 你們當然認爲 我很開心 我很開心 不是我感覺到你很開心 不是你剛才說的 我感覺到你回來 我很開心 所以我落在這句話 我是看到你回來 我很開心 我感覺到你回來 就是我見到你回來 見到你回來 見到你的開心 還有眼睛 然後呢 然後呢 覺得我們很有心學習 是思考 是思考 覺得你有心學習 然後呢 然後呢 我感覺到大家有心想同 這個是感覺 還是什麼呢 我感覺到你專心信同 是什麼呢 是思考 是思考 就是我看到你們 所以我達到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就是思考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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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樣 我看到你們 是 對 那就是察覺 然後你很用心學習 是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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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還有的 不是啊 我意思是你只是求聲的那句話 都是兩樣 是啊 都有兩樣 因為是感覺 我們在學習裏 都沒有做到 是不是都是感覺 沒有說到學習裏做到 這句 你有沒有說到 他感覺很開心 我開心 就是我感覺 但是呢 是我看到你們有心學習 我看到你們開心 這個是觀察 那我覺得你有心學習 我覺得你有心學習 所以我很開心 是不是 其實還不需要有一個行動呢 我看到 這個是sense來的 不是 不需要行動的 sense 就是我看到你們這樣的情況 好 好了 那現在呢 我們就開始練習了 那練習的方法呢 就是怎樣呢 練習的方法呢 就是 嗯 我們一會兒會坐兩個兩個 但我現在其實可以 先這樣 我們想大家想到一些句子的情況說出來 然後呢 自己就試試分析 然後別人分析 別人分析 別人分析 又到自己分析 大家可以試試試 再想一些句子 作為一種練習 解釋 而在這種溝通呢 很多時候 是令人很舒服的 就是 我看到這個人怎樣 然後我有一種開心的感覺 或者因為他而很激勵 這種的溝通方式 是令到人 或者我看到你的努力 那我的心學很開心 很欣賞你 其實這個呢 就會是 被人很大鼓勵的 OK 好 那我 我剛剛說這兩句 當我們 當我們 看到一個人 即是有進步 就會欣賞 告訴他 我呢 是 留意到你進步 我很開心 OK 這個時候 這個說話 有包含什麼 我留意 我常常吵架 我擦獲到你 我擦獲到你 努力 你有進步 那我就會很開心 那接著是什麼 感覺 開心 開心 對 有進步 我認爲 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 首先是 一定是看到 我看到你 有努力 有進步 那我覺得 你是 即是有心 學習的 或者你是 有進步的 那這個也可以是 我看到你努力 又我覺得你有進步 嗯 OK 我現在想一下 大家 有沒有人可以想到 一個 一個 情況出來 然後呢 我們試一下 練習 亦都可以 有一個方法 就是怎樣呢 如果我給你一個情況 行動和感覺 這樣呢 我想你們現在 說的句子 是有這兩樣成分的 試一下誰都可以 行動和感覺 好 我今早半天 已經做完 我平時可能 一天都做不完的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嗯 好 他先說的是什麼 行動 他今天做完的 然後呢 感覺很開心 OK 好 還有沒有其他人想到 做完的 你做完的 你自己的手都不好 我覺得不開心 好 好 想翻一次 OK 他這裡呢 是有 有多少樣呢 他有多少樣呢 多了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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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麼久都不好 是他認識的 是的 是的 有一個 是 你做物理治療 就是行動 覺得不好 就是那個 想 我覺得不好 就是想 然後不開心 就是那個感覺 但是我感到 他忍不住 那你就 sense 就是我始終都感覺痛 我始終都感覺痛 但你剛才說 我覺得這麼久都不好 所以 我會想到是 thinking 是的 我覺得這麼久都不好 這就是真情 OK 好 下一個情況 我想和我認為 我想我應該去看醫生 整個星期 I think 我想 去看醫生 沒有 I want to 沒有 沒有 我想我應該去看醫生 看醫生是做的 I think I do 沒有 沒有 我想 應該去看醫生 應該 就是 think 對 所以沒有 沒有 但如果 我想想 快點好 我想快點好 這是什麼 I want 我想快點好 我覺得很熱 這是什麼 sense 所以我開冷氣 action OK 非常好 我認為 我認為 和我感覺 我覺得這個 我認為這個工作不適合我 所以我覺得很深入 嗯 是 不適合 不適合 我認為他不適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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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thinking 我認為他不適合我 是嗎 這個是 thinking 即是我覺得他不適合我 所以我覺得不開心 OK 多重的 thinking 所以多重的 thinking 這個呢 這是 sense 我想 我猜 我有點悶 所以我要出去逛逛 那這個悶是什麼 sense 對 又 我想出去逛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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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I want 那 等一下 工很適合我 做 我想做 好工作 你再說一次 我覺得那份工很適合我 我想做過那份工 你再說 我猜 我猜 我猜過了 好喜歡那份工 小你 就說我猜過 猜過 猜過 我猜過 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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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se 就是我這份工作我見到甚麼 我見到那些人很好 我見到那份工作好好做 人人都很好做 我見到那個環境好好 我見到那個人工很高 我見到你了雞皮 所以我很想你這件衣服去穿 好 見到 好 你們去想就好了 總之你想就可以了 好了 行動和認為 去想到底是行動 去想 我參加遊客 我自己認為政府有的事情是要改變的 好 這個是對的 好 還有些甚麼呢 我認為教會需要更新 所以我就推行復興了 好 好 是甚麼 好 是這樣 好 我不相信這種 因為這些是表達自己的 好 你可以說是一種表達感情的 可以感覺到一種感覺 好 這個我擦覺到有沒有感覺 擦覺和感覺 我擦覺你和我好朋友 所以我感覺很舒服 很開心 其實我不是很懂分擦覺和感覺 我感受就是眼耳口鼻的 是這種感受是心情 感覺是心情 不是 feeling 眼耳口鼻 它是觸覺 是 我看到你對我好 然後我感覺很舒服 其實我剛剛調查了 英文不是擦過那種感覺 我覺得感覺是容易 但因為下面有這樣說 因為中文是 其實這幾個字用英文比較好 因為中文是容易不會擦過 擦過給人好像覺得觀察 是觀察的 它不是只看的 眼有口鼻的 行動 不一定要跟這個次序 什麼次序你自己可以想的 我節食減肥 是我想做到一個模特兒 好 我節食減肥是想做什麼 行動 我想做到一個模特兒 我想 這些溝通有什麼幫助呢 第一你自己溝通 第二如果你發現對方不太懂得說 那你就可以問他 那你看到什麼 你聽到他說什麼 你聽到他有什麼感覺 那你想跟他怎樣見到關係 那這些全部都是 一直將他這幾個東西探索出來 好啊 好的 譬如有些人不太懂得表達 你可以問他這幾個東西 那你便衡量哪一種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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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所有溝通 因為有些溝通是沒有包括在內的 這是那種 即是 將自己表露出來 讓人可以明白他 可以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OK 我想和感覺 我看一看 這個 你想哄他很好 這個動作是非常好 我覺得他有些不開心是什麼 這個I feel 全是屬於自己的 即是我不開心 我開心 我興奮 我煩惱 我覺得他不開心是屬於什麼 I think 你可以先說 我看到他在哭 我看到他受眉苦臉 所以我覺得他不開心 所以我想哄他 其實我在WhatsApp 我發現一件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有些人問他 即是你想說什麼 我問一次他又說一些 又未說完 他又要再說下去 發覺很多人不太懂得 將全面性的溝通 這是幫助我們全面性溝通 點子WhatsApp 即是你面對面都有這些 是的 全部都有 I sense I think 我察覺到什麼 我認為 我察覺到他經常 聽到睡覺 我覺得他也是 可能跟神的關係 有點困難 我察覺到他聽到 眼睛雪亮的 很有興趣的 我覺得他真的 對神的心 有鶴慕的心 我聽到一些骨骨聲 我想你是有這個 是的 是的 真的 好像這個speaker 這個speaker 這個麥克風 那個speaker有聲 這個是我的thinking 即是你聽到那個聲 就是你sense 然後我想那裡有問題 你是那個喇叭 這個是我的thinking 好 三個項目太複雜 我就不用這樣 這一陣子 我就想大家 兩個兩個溝通 兩個兩個溝通 然後就 我們應該會給大家看 現在說什麼 現在說什麼 那試一下說 然後你說出來的時候 對方就告訴你 這個是不是 OK 我們一起祈禱結束 親愛天父 我們感謝你 因為你賜給我們人 是能夠溝通的 我們溝通的能力 比任何的動物更加複雜 我們感謝主 你賜給我們語言 賜給我們很多方面的溝通 能夠表達我們的感覺 也能夠有感情表露出來 這個是神做人很豐富的地方 求主你幫助我們 我們懂得自己表達 亦都懂得幫助對方表達 幫助我們能夠成為一個更加 溝通得好的人 以及能夠去輔導別人 感謝主 來奉注耶穌聖命 Amen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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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